全非秒能维持多少年 如问医生特邀专家杜兆江 西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如果说做这个激光手术 就全非秒手术啊 或者种分子激光啊 等等这些手术 只要这个患者啊 他的度数确实是稳定了 不再增长 而且做完了这个度数呢 呃就是角膜的这个 无论弧度的改变啊 厚度的改变 对他是刚刚适合的 那这个状态呢 可能维持时间 应该就是终身都可以维持 但是呢 呃人毕竟是会老化的 那么在我们年龄增加的过程中 后期呢就会出现老花 穿老花以后 当然就说是你这时候可能 就说是需要戴花镜了 那从这个概念上来说 到你老花的时候 那么就非秒的这个效果呢 就到打折扣了 因为你这个时候老花了嘛 需要就说是不能看近看远 都不戴镜子了 你看近的时候就需要戴眼镜了 很多人有个错误的概念啊 就是说近视眼它不会老花 不是的啊 只要是人都会老花 只不过呢 近视眼的老花状态 和正常眼睛的老花状态不一样 比如说像我 呃如果我有一天老花了 那我就是看远处可能不需要戴镜子 但是我看近处呢 就需要戴个花镜 是一个这个花镜的度数呢 是个正的啊 但是如果是近视眼 假如说它是一个低度近视 他可能呢 呃就说是到了老了 看远处还是戴一个近视镜 但是看近处 他可能不需要戴镜子 所以可能很多老板 就是从这个观念上讲的 就说哎 我原来看近处的时候 也要戴近视镜 但是我现在老花了 看近处的时候不用戴 呃或者到一定年龄了 我看近处的时候不用戴眼睛 他就以为自己没有老花 这不是的 只说你老花的度数 和你近视的度数 做了一个抵消 所以你看近处的时候 就不需要戴花镜 但是你看远处 还得戴近视镜 对于度数比较高的这个近视呢 那就说你的老花的状态 就是这样的 你看近看远都是近视 但是呢 因为你老花了 所以你需要两副不同度数的镜子 看远处是一个度数比较高的近视镜 看近处的时候 你要配一副花镜 但这副花镜还是近视镜 是比你看远处的一个度数低的近视镜 所以你也会老花的 呃可能老花了 老花了之后还更麻烦 需要两副眼镜